菲律賓又在幹嘛了啦 這一局啊 我們找這個借大使安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你知道嗎 美國這個也算是 沒有誠意吧 海上空中巡邏 但是呢 這個菲律賓啊 他是出動了這個 輕型的一些戰機啦 但是美國出動了 P8A 有說P8A有說P9A 空中巡邏機 但馬可氏就大內宣說 這個很重大的舉措 代表說我們承諾 在進行海上空中巡邏的時候 美飛雙方軍隊的互通信 但話說回來 菲律賓自己政局 現在好像也不是很穩 因為杜特蒂最近又開始嗆聲了 如果他女兒遭彈劾的話 那他就要出來選喔 他就要出來選參議員 或者是要出來選副總統 他的女兒沙拉 之前是因為機密資金申請 還有使用的關係 所以面臨有很多聲音在說 要彈劾 有一點政變這樣子 菲律賓這個制度是 很奇怪一個制度 第一個總統副總統都能當一任 五年幹完就不能連任 第二個總統跟副總統是分開選的 他不是選舉搭檔 總統選總統的副總統選副總統的 很奇怪 那本來這個沙拉本來是想要選總統 後來大概覺得自己年紀比較輕 所以先禮讓五年 所以他就選副總統 很輕鬆就選上 因為他父親非常受菲律賓人民愛戴了 那最近就是說這些事情我想一定會 對因為他是準備接馬可斯的 小馬可斯做完五年他也不能連任 所以很快小馬可斯已經快一年了吧 一年多了都有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時候突然傳出來 他這個什麼要查 因為在菲律賓這種國家說實話 你要去查的話 每個人都有毛病很多 那你幹嘛要去查他 你不去查他呢 你要專門查沙拉 對不對 你又不去查那個點心要查沙拉 對不對 所以就很奇怪 所以這個就一定是被認為是一種政治陰謀 而且現在大權在小馬可斯這裡 所以這是一個傳聞 另外還有一個傳聞就是說 菲律賓要兵變 菲律賓有很多軍隊要推翻小馬可斯 然後有記者去問 這個就是杜特蒂身旁的 過去他的這個身邊的這些 重要的一些 結果你知道那個回答都有趣 他說人家就說要兵兵推翻小馬可斯 那那個結果杜特蒂身邊說 他說以我了解的杜特蒂 他不會去做這種推翻小馬可斯的事情 可是小馬可斯如果被推翻的話 要他來接任的話 他OK 他也不會拒絕 你說這個講話是不是很有趣 這個蠻明白的吧 不過這就很清楚了 現在小馬可斯裡面最大的政治家族 他跟杜特之間有嫌隙 而且有可能衝突公開 那事實上小馬可斯事實上他上來 對中國的政策等於清算了 杜特蒂的時候對中政策 那我也真的想不出來 小馬可斯幹這個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他中國大陸幫他在馬可 在這個馬尼拉灣進行的建設 他也停了 中國大陸曾經承諾64億美金的 對他各方面的這種基建的援助 那你現在這樣搞還拿得到嗎 那馬可斯上來 小馬可斯上來聽說經濟沒有進步 就小馬可斯跟尹錫悦 大概是同樣一個時間被洗腦 被洗腦了 所以就搞不清楚 要不然就是可能他博士論文 中間的問題被美國掌握 不知道他有沒有博士 碩士論文也可以啦 他資產在美國很多 資產在很多 那個才是被凍結很多 他爸爸貪不貪得太厲害了 所以小馬可斯的作為 完全跟著美國跑 實在是對菲律賓這個國家不利 所以菲律賓已經很多 像巴拉旺省的很多人就說 你們不要來這邊搞基地 然後你不要把美軍軍事 繼續搞在這來 弄在這邊 我們變成被攻擊的目標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整個菲律賓的政局 那麼現在看起來是走向混亂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題 蔡委員的本命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 我們說到運輸說到基建 大家想到的就是中國 那也還真實在 而且連斐記都想到囉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據說你知道嗎 新疆汽車重卡賣給中亞五國 一年可以賣3000多輛 最厲害的是來這邊 我們今天不是雙11可是真的 上午發下午就可以收到 35萬人民幣到50萬一台的卡車 貨到付款 這個速度之快 然後現在就連斐記都說 在跟習近平會面之後 斐記可能跟中國就一項 重要的港口現代化 還有造船廠項目要進行合作 就是要中國來造港了嗎 中國不是花貨厲害 我看到一部貨卡 小貨卡新台幣250萬 哎呦怎麼做得出來 而且還有利潤 哇這太厲害了 真的我不得不欽佩不已 在那邊你怎麼看過 50萬人民幣 不是剛好250萬台幣 貨卡 大貨車還是 大貨車 這是我們那個債卡多 貨卡算便宜了 對啊債卡多一輛 能夠賣到250萬 那成本控制太厲害了 我們常看到不都是一些什麼賓士 那要上千萬 那要上千萬 很貴 所以這個250萬 賣貨卡 貨卡有很多等級 有這上千萬 這是債卡多那一類型 在台灣也沒那麼便宜 就是說 那麼便宜賣到中央 難怪打遍天下無敵手 而且這個貨卡 還可以在淘寶上買 那太神奇了 沒有啦 那我說的啦 對啊 所以很了不起 你看這麼漂亮的貨卡 你看 對啊 這些全部都是已經賀成交的 才會綁那個主具 我們台灣很多公車底盤 也是大陸做的 是啊 不是那很貴 那就很貴 因為乘客用的那個底盤 特別貴 經過各式各樣的檢驗 貨車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對啊 可是這也太便宜了吧 那中亞的你看經濟 你看貨卡這個部分 車子的部分 就也跟中國 因為他們農產品 輕工業產品 都需要很多的貨卡 運過很多的山路 因為中亞就是一個多山的地方 所以中國能夠提供這個 對他們經濟發展是很有幫助 我只是沒想到那麼便宜 我實在很大部分 這個陝西這一家 汽車工廠怎麼做出來的 那它能夠成本控制到這個地步 我當然會想說 是不是中國政府有補貼 如果沒有補貼 怎麼可能那麼便宜啊 對啊 不好做 真的太便宜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